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好 我们今天这一章讲的是公益药剂学 那么公益药剂学的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第一章的话就是叫序论 序论的我们讲的第一节内容是它的基本概念跟任务 而讲公益药剂学的基本概念之前的话呢 我们不得不要讲一下药剂学 因为公益药剂学是药剂学的一个重要的分子学科 所以在讲公益药剂学之前 我们把药剂学的定义的话呢 大家看一下 药剂学的定义的话 英文单词叫pharmaceuticals 它是指研究药物制剂的基本理论 处方设计 资备工益 质量控制和合理使用等内容的中和性应用基础学科 所以的话呢 它的基本理论 基本理论是一个学科的发展的一个基石 那么核心的内容应该是处方设计以及资备工益 那么质量控制 我们经常会讲 质量控制的话好像应该是这件部门的事 其实的话 产品的质量的话 我们都是说造出来的 也就是说是资备出来的 不是说减出来的 那么同时在设计药物制剂剂型的时候的话 要考虑它的合理的使用 这是关于药剂学的那个基本定义 那么看看公益药剂学的基本定义的话 它的英文单是叫Industrial Pharmaceuticals 它是指研究药物制剂和剂型的工程理论 至于药剂学的话是基本理论 它研究是工程理论 然后生产技术 生产技术跟药剂学是对应的叫处方设计跟制备工艺 然后是质量控制以及临床应用 等一门的一门综合性应用性科学 所以它是药剂学的最重要的分子学科 也是药剂学的核心部分内容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个学科的发展都应该有理论 尽管我们工艺药剂学的话 是药剂学的一个分子学科 但是它的工程理论实际上也是它的一个基石 因为它是个分子学科 它也有它的理论 在我们的刚才基本定义里面 又引进了两个新的名词术语 一个叫药物制剂 一个叫药物剂型 那么药物制剂药物剂型的话呢 是不同的 那么什么叫药物剂型 英文单词叫Doce of Form 实际上简单的说 它就是说药物的不同的给药形式 那比方讲的话 化学药物 化学药物原来要自备出来之后 要做成一个临床的给药形式 这就是我们称为的药物剂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片剂 胶囊 注射剂 这些都称为叫药物剂型 最多啊 所有的药物用于临床上面的时候 都必须制成某一个剂型 你不能像粉末一样的去吃一点 是吧 现在的话药物 随着药物发展 更现代化之后 剂量又来也小 有的剂剂的话 一个剂量只有几个毫克 甚至几个微克 你怎么吃 没有办法吃 所以你一定要做成一个剂型 所以剂型的话呢 设计上它的最最猝师的原始做法 也就是把它一个剂量的我们说 分传 药物剂剂 英文单词叫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它是以剂型制成的具体的品种 也就是说 药物剂剂设计上是讲的具体的品种 你比较像前面讲的药物剂型的话呢 是在片剂注射剂 那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产品 比较像20P0片 是吧 葡萄糖 葡萄糖 书液 那么这些就是 加了药品之后再加剂型 也就是说 药物的通用名加上剂型名字 就成了叫药物剂剂 那药物剂剂的话 跟药物剂型的话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子 药物剂型实际上是一个大概念 它是一个结合名词 它有很多 那么药物剂剂就是一个具体品种 也就是加了药物之后 它就成了一个具体品种了 第二点的话 我们讲的话 药物剂剂的任务和主要的研究内容 药物剂的中止或者说基本原则 我们说 研究药物剂剂必须征选的第一 就是说安全 第二是有效 第三是稳定 所以以前我们最早讲安全有效稳定 那安全有效稳定的话呢 是药物剂剂的本身 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要素 那么同时的话呢 我们还做到了 提高患者服药的义从性 也就是说 从药物剂剂剂的发展角度上面 我们还考虑到 义从性的问题 第五点就是质量可控性 那么质量可控性的话 实际上是包括了 前面的安全有效稳定都含在里面 质量可控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书法 那么质量可控的话呢 我们说是 也就是说安全可控有效可控 稳定性也应该可控 也就是说这个质量我是可以追溯 到底哪里出了有问题 我都可以去做这个工作 在这边的话呢 有必要跟同学们说一下子 现在我们讲药品的时候 都是讲安全有效稳定是吧 然后他还医从啊质量可控 那么以前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经常会有效安全稳定 看看啊 安全有效稳定跟有效安全稳定 在不同的岁月当中 年代的时候的话 它的概念是不一样 看上去好像安全跟有效是位置换了一下 但是这一点的话呢 是跟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有关 比方向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国内是全医少药的 那么全医少药的时候的话呢 那时候用药品的时候 设计上的话我们说更多的叫什么 安全底 那个有效底 而不是说安全底 现在是因为药品有很多替代品 所以应该是安全底了 所以有效安全跟安全有效换一个位置 是体现了在不同年代当中的 我们的医药工业的发展的水平 可以看到的话呢 以前我们你看 现在我不这么看得到了 以前有同学的话 那个土梅树牙是吧 就小时候吃的 小时候的话不注意的时候吃的土梅树 那么那时候去医少药的时候 但你们这代人 现在年轻的那代已经没有这种现象了 因为可以替代的东西很多 而且在用药的时候 对于安全性的关注度的话也非常高 比方讲现在的话 好多老人 甚至是你们年轻的 拿到药品说明书的时候 首先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是吧 那么以前的话是看到说明书 看是不是有效 好 药剂学的任务 那么药剂学的话呢 在药学领域当中呢 具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在药学领域当中的话 也就是它是产品生产的 也就用于临床的一个 我们说 是说在制药行业里面 它是一个最终端的一个地位 也就是直接服务于患者的 那么药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就是从事药物自己研究与生产 那么药剂学的最终的任务 是有什么呢 也就是说 将药物制成 涉及临床用的制剂或者剂型 并且能够批量的生产 安全有效稳定的制剂 那么以满足医疗卫生的那个需要 这是我们药剂学的话 整个的话应该是一个 总的一个任务 那么主要任务的话呢 是有下面六点 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说 基本理论的建立 也就是说剂型跟自己设计的 基本理论包括药剂学 也跟公益药剂学我们多有是吧 公益药剂学的话可能是工程理论是吧 然后药剂学的话是一些基本理论 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说 研究开发新的制剂跟剂型 那么研究开发新的跟剂型的时候 必然的话会伴随着新的工艺技术 所以这就是第三点 研究药物制剂型的自备的工艺技术 它实际上也是新工艺性技术是吧 那么新工艺新技术这个产品 在实验室做出来之后 我们要用于工艺化大生产 或者是再做工程 那么第四点我们说 研究开发新的制剂型的相关的新辅料 新机械跟新的设备 都是为了实现我们的这种新的制剂 剂型的这种产业化的基本要求 所以前面的四点我们可以看出来的话 第一点的话我们基本理论 二三四设计上是 由于开发新制剂新技型 必然会伴随着新的技术 然后的话还要的话呢 要完成这个新制剂跟新技型的话 必须有新的辅料 新的机械跟新的设备 好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一块去了 那么下面的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国内有特色的叫中药 中药制剂的技型研究 我们应该关注 这是我们的国宝 我们现在的话是提出一个 要中药的话要引领世界 所以中药制剂的话 以前的话是比较粗犷的 手工为主 那么现在基本上实现了一个 现代化的生产 机械化的 甚至有的是自动化的生产 再有一大类药物的话 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 就是生物技术药物 研究后开发生物技术药物的话 我们一定要注意 因为生物技术药物的话 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发展速度最快的 而且是最有前进的一大类药物 那么这大的药物的话 由于它给药途径的单一性 因为它的多态蛋白 这些药物的话呢 所以说新的自制剂型的话呢 它开发的时候会遇到一定的瓶颈 目前这部分药主要是注射给药 而我们都知道 注射给药在临床上是不方便的 所以新制剂、新剂型的研究 主要是在非注射的药物这方面做 最后一点就是说 我们应该指导临床合力应用 实际上我们做药物 新制剂型、新剂型的 实际上是一个引导临床合力用药的一个过程 好 同学们 我们这一章就讲到这边 谢谢